这两天一面五星红旗让民进党破防了 在韩国的一场国际运动会上 获得铜牌的台湾跆拳道选手李东宪 在领奖时展开了事先准备好的五星红旗 这让民进党恼火不已 各路绿营水军更是持续多日的围攻 网爆抹黑不断 这不是李东宪的一时兴起 从上学时接触到中国近代史 到过去十年往来两岸从事体育事业 他早就对大陆产生了非常自然的认同 在2017年18年19年 就曾三次在比赛时与五星红旗合影 只是这一次被媒体广泛报道后 又在岛内引起了民进党高层的关注 台湾行政机构的负责人陈建仁 22号接受采访时就宣称 要让相关单位厘清李东宪是否为共产党员 如果确实从事这样的工作 一定要按照相关法律加以处理 上来就威胁要加以处理 这个回应是不是很熟悉 因为类似的问题 被堂堂台湾行政机构负责人 盯上的台湾运动员李东宪不是个礼 去年速度滑冰运动员黄玉婷 就因为在北京冬奥会赛前 晒过自己穿大陆队服的训练罩 而被苏贞昌点名批评 绿营侧意群起公知 后续又是停经费 又是要处分等等 一样的套路 一样的手法 民进党对运动员的政治追杀 李东宪不是第一个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就像李东宪受访时说的那样 了解了大陆 就意识到作为中国人 该感到骄傲自豪 这一切都让民进党提心吊胆 恼羞成怒 可惜真实的大陆就在那里 民进党就是日防夜防 也防不住自己反中抗中的种种谎言 被真相戳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